船中又见朱沙掌 水手无辜把命丧 行舟偏逢无常鬼 把酒高潭入惆怅 满天夕阳 映照着无边无际的大海 海面上闪耀着万道金光 那景色真是说不出的豪美壮丽 气象万全 楚留乡跟张三以着船舷 似已经瞧得出神了 张三叹道 哎呀 我没到海上来的时候啊 总觉得这个江上的景色 已经是令人神醉了 如今到了海上 才知道江壳之渺小啊 哎 简直就是不想回去咯 楚留乡微笑着 悠然说 呵呵呵 这就叫做 曾经沧海 难为谁啊 他忽然发现了 丁峰从船头那边 匆匆地赶过来 神色仿佛很惊慌 还没有走近 就大声地呼唤道 两位 两位 今天可曾看到过海帮主吗 楚留乡 皱了皱眉 自从金尘分手 到现在还没有见过 张三说 他累了一天了 也许睡过了头了吧 丁公子为什么不到下面的舱房去找找呢 丁峰说 找过了呀 他那张床 还是整整齐齐 像是根本就没有睡过呀 楚留乡 动容说 嗯 怎么 别的人难道也没有见过他吗 丁峰脸色灰白 那亲切动人的笑容 早已经不见了 陈诚说 我已经四处查过了 最后一个见过他的人 是前锋 楚留乡皱了皱眉说 前锋 是 据前锋说 他下午的时候还见到海帮主 一个人站在床头 望着海水在出神 嘴里还在不停地念着相二爷的名字 前锋请他用饭 他理都不理 自从那时之后 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楚留乡说 那个时候甲板上有没有别的人 丁峰说 那个时候船上的水手 大多数都在膳房用饭 只有后烧两个人掌舵 左嫌三个人在整着翻 多少上 还有一个人 那是在瞭望啊 他叹了一口气 接着说 但这六个人 都没有瞧见海帮主在船头 张三说 那么难道 这个前锋是在说谎吗 丁峰说 可是我却想不出他为什么要说谎 也许别人都在忙着 所以没有注意到海帮主走上甲板来 海帮主站在船头的时候 也不久 哦 张三说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跳海了 丁峰黯然说 怕呀 我真的怕呀 他心中哀悼相儿爷之死 一时想不开 就寻了短见了 楚留乡断然说 不 海帮主绝不是这样的人 前锋呢 我想问他几句 丁峰说 今天不是他当职 正在舱底歇着呢 好 我们去找他 底舱的地方并不大 十几个人挤在了一间舱房 自然是又脏又乱 又臭 前锋的铺位 就是右面一排的第三张床 他的人正躺在床上 用被盖着帘 蒙头大睡 却把一双脚露在了被子外边 还穿着鞋 像是已经累极了 一躺上床 连鞋都来不及脱就睡着了 鲁长吉却还没有睡 听说有人找他 就抢着要去把他叫醒了 可是叫了半天 前锋还是睡得很沉 鲁长吉就用手去摇 摇了半天还是摇不醒 鲁长吉视笑说 这个人 一喝酒啊 睡去就跟死猪似的 张三看了楚留香一眼 笑着说 这个人的毛病 跟小猴差不多 忽然 他的笑容冻结了 鲁长吉一掀起了棉被 就发觉不对了 前锋躺在了床上 神情看起来虽然很安详 但是脸色却已经变得 说不出的可怕 那个模样 正和他在舱门外 发现的两个死尸是一样的 鲁长吉只觉得双腿发软 再也站不住 噗 坐倒在地上 无论谁都可以看得出来 躺在床上的 不是个活人 楚留香一步窜了过去 拉开了前锋的衣镜 在他的前胸 果然有个淡红色的掌印 是左手的掌印 前锋也遭了那个人的毒手 丁锋手 这是猪沙掌 张三冷冷地瞅了他一眼说 丁公子 丁公子好眼力呀 可近年来我还没有听说这个江湖上有炼成了猪沙掌的人呢 楚留香 目光闪动说 不知这个船船中 方才有谁进来 鲁长吉满头冷汗 颤着声音说 我也是刚下来的 那个时候前锋已经睡着了 这里的人也都全都睡着了 哎呦 像我们这种人一睡着了 那是很难吵醒的 他说得不错 张三江正在睡觉的九个人全都叫醒了 一问 果然 谁都没有瞧见有外人进来 楚留香淡淡地说 但丁公子方才明明是到这里来问过前锋话的呀 你们难道也没瞧见吗 大家摇头 丁峰也还是神色不变说 嗯 是啊 我方才的确来过呀 在那个时候前锋还是活着的呀 而且我问他话的时候金姑娘也在旁边呢 可以证明的呀 他接着又说 然后我就到膳房中去问郑武时在甲板上的那六个人 再去找楚相帅和张兄 前后还不过半个时辰呢 张三忍不住问 金 金姑娘呢 丁峰说 金姑娘和我在楼梯上分了手 去找胡兄 高兄和那位公孙先生 也不知道找着了没有 丑柳香沉阴着说 不知道那个膳房在哪儿 膳房就在厨房边 也不大 那两张长木桌几乎就已经把整个的屋子都沾满了 水手们不但睡得简陋 吃得也很马虎 桌上摆着三只大海碗 一碗装的是海带烧肥肉 一碗装的是大蒜炒小鱼儿 还有一碗汤 颜色看起来就像是洗碗水 饭桶却很大 要人做事就得把人给喂饱了 现在呢 碗中的菜只剩下了一小半 这个饭桶也几乎是空的 吃饭的六个人 两个人趴在桌上 两个倒在椅子上 还有两个倒在了门口 没有一个是活的 他们致命的伤痕 也全都是一样 是个淡红色的掌印 又是处杀账 趴在桌上的两个人死得最早 旁边的两个人刚站起来 就被击倒在椅子上 还有两个人已经逃到了门口 也是难逃一死 这两个人险见在一刹那去 就全都遭了毒手了 张三咬着牙 恨恨地说 看来这人的手脚 倒是真是快 快得很呢 主流相说 如此看来 海帮主想必也是凶多吉少了 丁锋也长叹 海帮主被害的时候 前锋和这六个人 想必已有发掘 所以那个凶手 才不得不把他们 也杀了灭口啊 他摇着头 惨然说 他们方才若讲秘密 对我说出来 就不怕 会有这个下场了 哎 那个凶手是用什么法子 叫这些人 少口如瓶 张三冷冷地说 也许还没有机会说吧 他眼角 瞟着丁锋 冷冷地 接着说 丁公子 丁公子你一问过他们 他们就死了 这不是巧吗 巧得很吗 丁锋还是面不改色 按人说 不错呀 我若不问他们 他们也许不至于死得这么快 这件事情发生的前后还不到半个时辰 在这半个时辰中 谁可以下死毒手呢 张三冷冷地说 哼 每个人 都可能 丁锋目光闪动说 在这半个时辰里边 两位可曾看到过公孙杰鱼 和高子长 现在 所有的人都聚齐了 胡铁花师兄说 我可以证明 高子长一直在跟我聊天 他绝没有出去杀人的机会 丁锋说 公孙先生呢 公孙杰鱼说 我们师徒一直在屋子里 胡兄总该知道 胡铁花冷笑地说 不错 我的确跟你隔着墙说过两句话 那以后呢 公孙杰鱼说 以后我们还是留在屋子里 直到金姑娘来找我们 金宁真说 不错 我去找他们的时候 他们的确是在屋里 胡铁花沉着蝎鱼说 公孙杰鱼说 目光一闪 瞪着高子长 一字字地说 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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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下几时 瞧见我们走出去的呀 高子长的脸色变了变 啊 啊 我听到外面有脚步声 就走出去看 正好看到一个人在上楼梯 我以为就是公孙先生了 公孙杰鱼冷冷地说 啊 原来阁下只不过是以为 并没有真的看到 公孙杰鱼勉强地笑道 当时那个人已经快上楼了 我只看到了他的脚 实在 实在也不能确定他是谁 胡铁花瞪着他一眼 也只好闭上嘴 忽然间 大家都不说话了 船舱中忽然静得 如同坟墓 只听到外面传来了 不痛 隔了半天 又是 不痛 大家心里都明白 这必定是水手们 在为他们死去的同伴在海藏 这一声声的扑通之声 听起来虽然沉闷 单调 却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阴森和恐怖 就像是阎王殿前的鬼族 在敲着嗓中 还不到一天 船上就已经死了九个人 别的人还能活多久 下一个该轮到谁 凶手明明就在这个船舱里 大家却偏偏猜不出他是谁 楚留乡 班强等他第二次下手的时候 查出一些线索 谁知他的出手一次不一次干净 这次 竟然人一点点的痕迹都没有留下来 大家的眼睛发直 谁也没去瞧别人 仿佛生怕被别人当做的凶手 又仿佛生怕被凶手当做的下一次的目标 桌上 不知道何时 已经摆下了韭菜 没有人动筷子 过了很久 胡铁花忽然说 这个 一个人只要没死 他就得吃饭 吃饭 他刚拿起了筷子 张三冷冷地说 可是吃了 吃死是活就说不定了 胡铁花立刻就放起了筷子 谁也不敢说 这个韭菜之中他有没有毒啊 楚留乡淡淡一笑 可是不吃 不吃就要被饿死 饿死的滋味可不好受啊 独死至少要比饿死好 他竟真的拿起了筷子将每样菜都尝了一口 还喝了一杯酒 狗死长 诗声赞道 哦 好啊 左相帅果然是豪气如云 名下无息啊 胡铁花笑道 你就以为他真有视死如归的豪气 那你就错了 他呀 他只不过有一种特别的本事 能够分辨这食物中有毒还是没毒 连我都不知道他这种本事是从哪儿学来的 公孙杰鱼叹了一口气说 和楚相帅在一起 真是我们的怨气啊 胡铁花又沉下了脸说 可是你要是凶手啊 你只怕就要自贪倒霉了 公孙杰鱼也不理他 几杯 一饮而尽 谁也不知道胡铁花今天为什么处处找公孙杰鱼的麻烦 但是几杯酒下了度 大家的心情稍微好了一点 丁峰忽然说 实际非常 我认为大家还是少喝两杯 金姑娘和胡兄 虽约好今日拼酒 你也最好改期吧 两位 无论是谁醉了 我认为都不太好吧 他不提这个事还罢了 一提起来 金宁之道对一个沉不住气了 他冷笑着说 喝不喝没关系 可醉的可不是我 绝不是我 胡铁花也沉不出气了 冷笑着说 那醉的是我 金宁之不说别的 他忽然大声的说 拿六壶酒来 凡是在江湖中混过几年的人都知道 是哪几种人最难应付 能不惹他们的时候 最好避开 第一种呢 是文质彬彬的书生秀才 第二种呢 是出家的和声道士 第三种是上了年纪的老头子 但是最不好惹的 还是女人 这几种人 若敢出来闯江湖 就一定有两下子 胡铁花打架的经验丰富得很 这个道理他自然明白 可是喝酒 那就不同了 一个人酒量再好 上了年纪也会退步的 至于女人 先天的体质就差 后天的顾虑也就多 喝酒更没法子跟男人比 胡铁花喝酒的经验也是丰富得很 这个道理 他也自然明白 他喝酒 也不怕老头子跟女人 但是天下的事情都是有例外的 这次金灵之刚刚喝下了第一杯酒 这个胡铁花就知道 上当了 江湖中人有一句俗话 行家一身手 就知有没有 这句话用来形容喝酒 那也同样恰当得很 有经验的人 甚至只要看到对方拿酒杯的姿势 就能判断出他的酒量的大小 酒量好的人 拿起酒杯来 当真是举重若轻的气概 不会喝酒的人 小小的一个酒杯造在他的手上 那会变得有几百斤重 只不过 金灵之毕竟是个女人 喝酒 至少还要用酒杯的 胡铁花就没有这么斯文了 他拿起了酒壶 就嘴对嘴的往肚子里边灌了 在女人的面前 他胡铁花是死也不肯示弱的 金灵之的第一壶酒还没有喝完 他两壶酒已经下了肚了 狗子长拍着手笑道 哈哈哈哈 我胸果然是好酒量 单指着筷子 已非人能及呀 胡铁花面有得意的神色 眼睛瞄着金灵之 大声的笑道 啪酒 就是得快 要是卖卖的喝 一壶酒喝上个三天三夜 那三岁大的孩子也喝不醉呀